肅敵對決 憤愛眼紅 關乎明年亞洲賽的參賽資格 白衣的東方龍師在竹種杯八強遇上老對手傑子 雙方球迷壁女分明 將軍的運動場閉門作賽的高牆 無了他們為外隊打氣的決心 新組關關難過 關關過 避開兩個守衛推入大位起腳 僅僅是月眉而過 東方鬥傑子遇了多埋身肉搏 賭國的盧卡斯和艾利奧爭頂 意外批中舊隊友右邊臉 艾利奧送丸後證實拳骨骨折 要養傷四到六個星期 盧卡斯賽後就說不是有心的 希望對方早日康復 場上角位棋主見到好朋友弄傷 就同擺了球球入網 但要拿出來同樣不好受 中場是兩軍的必爭之地 踢落更好有火藥味 梁振邦先和谷迎致短兵相接 迪高攔截基爾頓 還有蘇沙埋來加入戰團 引發兩軍球員推撞 沒有人可以得到特別照顧 主裁判吳超閣 嚴正執法 艾華頓和迪高雙雙領王 是東方全場五件王牌的其中兩件 同樣在今次衝突中被王牌警告的蘇沙收拾心情 左路控定出波 東方防線收網 走路了禁區頂的基爾頓 忍著力一攀 但卻射高了 兩對半場互交白卷 首圈8比2血洗標準流浪 東方前線三叉擊換變之後 再次發揮化學作用 德森祖德天下 可不可以在東方龍師身上應驗 還是未知數 但起碼今場不負艾華頓和盧卡斯所託 56分鐘打破僵局 這邊相費難度都知定 之兵林欣許妙傳起腳 但看到龐正之旗 就知道不入比入了 還有門柱救回葉鋒費日明 全球體育活動 因為新冠肺炎停擺 本地球有得閉門繼續踢 算是不幸中之大行 球迷真的要好好珍惜了 藍料之後換上高尾斯進來 擺大個頭 但空群而出的代價 就是令後防暴露出更多空位 美段莊越為失敗 艾華頓之兵陳浩偉長傳 淡淡定推過黃真鵬 才送入空門 向來撐牆的東方球迷發放正能量 踢完長球的確會很dirty 不要緊 著重安排旅遊巴 送球員去賽馬會足球訓練中心洗澡 這些時勢 冷親可大可小的 大家真的要多多保重 雙方之後措施多個黃金機會 東風保住2比0勝局 會和香港飛馬爭入決賽